他们是用一种很奇怪的方式 本来他需要每一个航母战斗群 他需要两个F-35C的中队 然后他现在把它减为一个 然后把一个中队的数量增加 就是说表面上我是增加单一个中队的数量 可是实际上以原来两个中队的数量来说 你是减少的 那F-35C你数量少了你的战力会受损 那谁来弥补呢 他可能就是用大黄蜂来弥补 就是用比较旧型的大黄蜂来弥补 那为什么要这样做呢 其实很简单就是因为没钱了 然后知道就是 虽然最近这十几年 因为中国大陆的崛起 所以美国的军费一直处在一个高点 可是美国这几年 包括新冠肺炎 包括其他经济问题 他也受到很大的损失 所以军费如果持续维持在 五六千亿以上的这样的高点 对美国来讲负担太大 而且现在新的科技 因为新的武器 他的单价是高到非常非常吓人的 所以他已经没有办法再去承受 这么庞大的规模 所以缩减机基本上是必然的啦 也就是美国一开始说355 那个是之前 美国经济状态比较好的时候 的一个想法 可是实际上355 你要维持这种庞大的舰队 因为你要维持这个舰队 不是把船造出来就算了 你要养他一养 就是几十年再养下去 那个每年那个开销是非常惊人的 不管人员也好维修也好 所以美国大概评估之后 发觉你要维持这样高强度的这样子 一个规模实在是立有未待 而且我讲一句实在话 现在世界发生这种全球性的战争的可能性 其实没有那么大 那你维持这么庞大的一个军队 你的敌人到底是谁 你要找到一个像样的敌人 虽然美国这几年一直不断的在讲说 中国大陆崛起了 然后俄罗斯又重新开始起来了 中国要联手对抗美国 他们一直在营造这种形象 可是你要再重新回到冷战的那种 高强度实在那个基本上是不可能的事情 他的民众也很难再去相信这一点 所以他的军费 未来势必要开始走快 而且我刚才已经讲过了 每一个武器的单价都变高了 所以他必然要把过去一些堪用的 比如说大黄蜂 虽然他不是逆重战机 虽然他在某一些地方有限制 可是他可以当炸弹卡车 可以有多用途很好用 然后呢 他的维修费用相对也比较便宜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能够又继续用 不要忘了B-52他们到现在都还在用 对不对 所以能够用就继续用吧 其实世界各国大部分都是这样的走向 你看欧洲这些国家 即使他买了新一代的战机 他的旧一代战机也没有淘汰 也是持续在用 我觉得这是一个必然的现象 大概是全世界除了像中国大陆这种 比较特例的国家 因为中国大陆过去没有这一段 他的军队规模本来就没这么大 没有这么大 所以他现在正在发展的时候 跟美国是本来就已经达到这个规模 他现在要处于怎么样去因应 世界新局势 而不是在发展规模的时候 所以是截然不同的 所以未来你可以发觉到就是 美国大概要重新维持在那个 五大洲七大洋完全载质的实力 我觉得应该是没有像以前那么兴盛的 特别是在亚洲这一代 他会接受到中国大陆跟俄罗斯很强烈的一个挑战 这是必然的啦 所以我觉得对拜登来讲 与其不断的投资在军武上 但这个领先的幅度他还是要必须要保有 他还是要投资 只是与其花那么多钱去做这些事情 不如在经济上跟中国大陆跟俄罗斯 采取一个相对合作又竞争的态势 可能反而对他们会比较有利一点 然后美国你也知道 刚刚亮哥也讲了 川普这几年搞下来 其实真正受害到了是美国自己的民众 没错 对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他也必须要去照顾美国最近的通膨 已经到了一个很可怕的一个状况 所以他要赶快压制这些东西的时候 其实都有待他跟中国之间 是不是能够达成一个和解 我觉得这是非常重要 我们昨天有在这个节目跟观众朋友说 他一直在强调他25号的时间都开放了 他一直在强调这一点 那各位也看到了 美国国务院就在我们这个节目结束以后 大概两个小时左右 美国国务院就主动的宣布 说这个薛曼成型了 要到北京去了 不是北京要到大陆去了 对 然后呢在今天的时候 大陆的外交部的 他们的记者会的时候 记者就问到这件事情 中国大陆他的外交部就讲得很清楚了 他说是美国希望 这个薛曼要来中国访问 那换言之也就是说他讲得很明白 就是美国一直要来访问 那我们也就接待了 那这样的一个情形下 其实这个就已经告诉大家这个讯号 也就是说不是中国邀请的 好那我在这边先补问 因为你刚刚也不小心口误讲北京嘛 对不对 可是其实是天津 不是北京而是天津 这也有没有一点点什么象征意义 我们都知道北京跟天津很近 那就北京就好了 不行 因为这个有疫情的关系 也就是说 薛曼他不会是一个人去 他是一定是一个专机里面有很多工作人员 还是北京象征意义大过于天津 在政治解读上我觉得也解读得通 也就是说不让他们到北京 你也可以解读得通 也就是谈不好的话那北京都不要进了 谈得好的话再进北京你也可以这么解读 但是呢 但是我为什么一直在强调这个是疫情的关系 因为在今年三月份的时候 我们都知道现在大陆跟这个俄罗斯的关系 非常的好 那大陆的外长跟这个俄罗斯的外长 拉夫罗夫的关系也非常的好 他们在今年三月的时候 两位碰头就在桂林在黎江 然后大家在江边共进晚餐 气氛非常的好 所以很多人把这个王毅跟这个拉夫罗夫的 这个共进晚餐 跟这个王毅跟布林肯 杨洁篪跟这个苏利文他们的这个两个针锋 相对做一个非常明显的一个对照 也就是说中俄的关系这么的好 中美的关系这么的紧张 然后俄国的关系这么好的时候 您想想看他们在哪里见在桂林见 还是不是在北京 所以我想这个大陆强调说这是防疫的考量 这一点是道理是占得通的 因为中国大陆跟俄国的关系那么好 他们都在桂林见而不是在北京见 所以我觉得这一点是占得通 那当然也会随着疫情的变化 随着疫情的变化 例如说普丁他也很希望邀请习近平到俄罗斯去访问 那习近平也邀请普丁来访问 那这些元首最后见面的时候 那就一定会在首都 在这个部分因为维安的程度会更高 所以我觉得在也随着疫情的转变 随着这个疫苗的施打的情况 我觉得情况也会有所转变 当然您很敏感的注意到政治上的问题 确实因为美国再怎么样是大国 可是北京都进不去 而且选择在天津 天津一个高铁一个小时就进北京了 所以您就可以知道这中间 事实上还是有所不同 而且见的程序还是很清楚 对 我要问的是 对 他先见的是副部长 对等 然后再见王毅 对 因为一般来讲大陆的做法是这样子 就是说我先对等的先见 那谈得好的话再往上走一层 谈得好的话就往上走一层 那往上走一层的时候 如果谈得再还再往上走一层 那目前来讲规划直到王毅 所以不会再往上走 那不会再往上走 那就是代表他传过来的口讯 也不会太高层 那就没有必要再往上走了 所以最高到王毅已经不错了 重点就在于 如果最后王毅取消跟他见面 那就代表第一层的谈判就破裂了 那就没有什么好谈的了 那第二层的话就没有必要见了 所以这个是大陆在外交处理方面 是很特殊的一个地方 这也是他们比较高明的 也就是说我先跟你谈 谈了以后谈得不错 然后再往上走 而且这一次因为是雪门主动要去 所以主场在大陆 主场在大陆的话 那记者 媒体记者的采访报导 那完全是大陆市 因为他是主办方 就跟上次在美国一样 美国上次是美国是主办方 所以美国主办方的时候 他的记者不是先在那边 然后本来大家都心理如意的 就是讲个两分钟的话 就是开场白 然后让记者有个画面 收一点点音 然后大家都很礼貌的 就是讲一些几十年都不变的 外交上的用语 那这样子就相安无事了 然后就请记者离开 记者画面也拿到了嘛 英也收到了 然后彼此之间也握手了 然后拍的也都还不错 他们走了以后 门关起来开始谈判嘛 那这个是 按照官吏是这样的 可是由于上次的见面是在美国 所以主场是美国 美国布林肯的时候 他们的安排里面 布林肯就直接有点教训客人了 那当然杨洁实不是一两天才当这个位置 他是非常有经验的一个外交人员 他当然知道你布林肯在玩什么东西嘛 马上就给你回去 这一回去啊 而且他很聪明的地方是在于 我们双编本来都讲好两分钟 结果他马上会去看 你布林肯超过两分钟了 你讲到三分钟了 你自己违反规则 你按照规定两分钟 你就要在两分钟内讲完 你讲超过两分钟到三分钟 那对不起没有上线了 我讲十分钟都可以 为什么因为你如果讲说 你为什么讲那么长 但是你要说对不起啊你超死啊 我们讲好是两分钟 你超死了 你超死了你超多一分钟 我为什么要跟你一样超多一分钟 既然超死大就超死了 所以你们看后来他们又说 记者要走了 因为本来工作人员就说 他们第一轮四个人都讲完了以后 要把记者请走了 布林肯一看 回来回来回来 然后再把记者找回来 然后他再补一句 你看那个就是外交上的一个折冲 但是上一次是在美国 而美国在那个时候踢到铁板 所以美国颜面真的是 真的是丢了不少 可是这一次主场在中国大陆 那换言之也就是说 现在换中国大陆控制一层 所以他有主场优势 有当然有主场优势 所以这一次里面 你看我要让记者采访到哪里 就采访到哪里 播到哪里就播到哪里 然后如果说我今天我要安排 我要讲的话 那我要传给大家听的 那我就可以安排 因为到最后都走了以后 只会有一个就是新华社 或是央视一般来讲 只会留一个官方的电视台 其他的全部都要撤走 因为其他大家都用他的新闻画面 然后他那个新闻画面是 双方都同意的 然后就放出来了 所以你就可以看到在这一次中 中国大陆坦白说已经占比较大的优势 给大家看